我只给完 给多少呢一般 十万 上海这边过年 子女一般给父母钱吗 我女儿一直给的 不过年过节也给你钱 过生日什么时候也给的 还会买东西什么的 您这个小棉 您这个小棉好的 我对她也很好 那是肯定的 那我也对她也很好的 因为带宝宝嘛 您再带您的第三代 两个宝宝 你还慢慢工作 然后我们就跟她做好后勤 把宝宝带好了 他们因为时间三十多岁 就是事业上一面也很 正忙的时候 特别忙嘛 然后我就 说到底就是带好宝宝 让他们放心就好了 您过年的话 给您的第三代包红包了吗 包多少一半 我给的不多三千 过生的时候再给一点 再带他出去旅行 每个小孩给三千 这还不多 很多人都是一万两万的给的 过生日的话 给您第三代多一点 五千三千 今天给了八千 让小孩开心开心就可以了 他们也给我了 他们给我们一个人四千块 你刚刚没说呀 不光买了手机还给了钱 现在四千 给红包了 他给我钱的时候 我说你不是给红包 手机给我 他说手机归手机 那个红包给 这手机要六七千了 对吧 要的 给您四千 给您二人四千 是吧 嗯 您女儿这么讲究的 还分开给 有好多人分开给 有人分开给 也得一起给 那您这个女儿好的 嗯 好吧 嗯 然后怎么说呢 女儿好的地方 还是女婿好 我儿子给我啊 给多少呢 十万 十万 那您这个儿子 对您孝顺的 儿子很孝顺 而且很大气 对啊 每年都是给十万 还是今年给的多 经常给 经常给 不只是过年过节 对 平常也给你钱花 儿子很孝顺 儿子很孝顺 我儿子大了 今年三十九了 三十九岁 大姐您看上去很年轻呀 我也老了 六十七了 十八岁了 生年 您孙女十八岁了 生活幸福啊 那您包红包 给您孙女 也要给的不少吧 还行嘛 嗯 他们也不要钱 只要老妈开心就可以了 过年的话 包个红包 给小辈意思意思 对 给我儿子 给幸福 给孙女 都包红包 对 一般是包多少呢 两千 嗯 也不多了 那您过年的话 年夜饭怎么吃的 年夜饭 嗯 自己吃吧 一个人啊 你一个人吃啊 嗯 你没有和你和小孩一起吃啊 我儿子陪我吃个年夜饭 后来就陪他老婆 陪媳妇到他跟娘家去了 嗯 经济条件不好的话 一般是给两千 嗯 就 子女 收入比较高 收入比较高的话 给个优漫两千 那不少啊 嗯 也是生产的 嗯 就过点 那就讲我自己了啊 嗯 我今年我女儿给我们付费是一万块钱 一万块 嗯 这个我 我们是十四九十钱 对吧 幸福啊 就是这样 她小辈 我也跟我女儿讲了 应该过年我们是长辈给你小辈钱 现在小辈也给长辈的钱 嗯 对吧 您给你的第三代 包红包一万包多少呢 有说五百 有说一千 嗯 这个是没有 不固定的 嗯 那是包固定的 嗯 也没有一个统一模式 是的 对吧 嗯 上海这边过年过节啊 子女会给父母钱吗 不给 嗯 不给 你和刚刚一位老大哥的观点不一样啊 他 我们也不要他 嗯 对不对 他过得好 嗯 我们挺开心 对不对 嗯 他 不要我们负担 我们就自主了 嗯 一般都是送礼物是吧 因为你 买些好吃的给你们 因为为什么 嗯 我女儿过年的时候 带我们出去旅游 嗯 住这个宾馆 我们我们都是很苦的 这个宾馆一住就要一千六亿晚上 还是便宜的 他便宜的 贵的要两千五了 他家 住 哎 住两天 都是你女儿付的钱 哎 那 女儿付的钱嘛 那不一样吗 对 我跟你说 我们都惶苦的 哪个一千六坐一晚上没 不值得的 对不对 现在我家 您是节俭惯了是吧 生活 嗯 他 他也没工作 家里带孩子 我说你花钱 我绝对不反对 但你要赚得到 他也是一片爱心 孝敬父母 是的 开心开心 你们很苦 这个就是挺好的 我那个心灵了